大家好 现在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但是我们在家里面炒线菜的时候 你知道用什么油炒出来的线菜才更好吃 更营养更健康吗 今天我们就把详细做法分享给大家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吧 我们买线菜的时候 首选这种紫线菜 因为紫线菜要比清线菜的营养价值更高 买过来的线菜我们给它切去根部的老根 然后从中间再拦一刀 拦好之后我们给它放入水中清洗 这多清洗两面把里面的脏东西给它清洗干净 现在摘一干净之后我们给它放在一边控水备用 再准备适量大葱我们给它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大蒜少许给它拍扁 然后剁成蒜蓉 做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净锅上火锅中加入少许的自家炸汁的 菜籽油 炒紫线菜的时候一定要用自家自炸的 菜籽油 再加入少许自制的 猪油 这样吃起来才更营养更健康 如果没有菜籽油的话也可以用自家炸汁的 花生油 这样味道会更好 油热之后下入 葱和蒜 快速的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我们把蒜菜给它放进来 蒜菜放进来之后快速的这个翻炒均匀 是每一片蒜菜叶子上面给它基本的沾上一层食用油 这样不容易出水 然后加入少许的清水盐的锅锅 这样炒出的蒜菜不容易变色 接下来我们再调味 加入8克的鸡精 3克的味精 2克的食用盐 炒香菜千万不要给它放咸了 放咸了就不好吃了 然后这个翻炒均匀 这时候炒香菜要中央火给它炒 千万不要大火 好这样就可以了大家看一下 熟了之后 我们给它淋弄少许的小猫油 然后盛出装盘 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在家里面炒香菜的时候 一定要用自家炸制的菜籽油或者是花生油猪油 这样做出来的馅菜 营养未生 干净又健康 而且做法非常简单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进来吧 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炒制馅菜的方法 以及它的炒制技巧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再见